今天去菜园子里逛一逛 回头拿相机 再次回头拿相机 我们在这边有个小井 这个井的旁边种了一些菜 今年种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萝卜 由于种的时候种的比较密 所以来 拔一些回去吃 也顺便的帮他输一输 输输苗 今年种了很多的萝卜 因为马上要入冬了 入冬以后呢 比较抗寒的这个蔬菜 就是萝卜 种了不但可以自己吃 他可以喂一喂兔子小藤鼠 这类的 也可以喂一喂猫猫狗狗之类的 在这里做炸咸的 关键 香腸 炸、鸡蛋 很燃 滩 酱 酱 少雨 很燃 就做2 今天一个人在家 所以比较想吃这种绿色的蔬菜 我是非常喜欢吃绿色的蔬菜 不是绿色 应该说 我是很喜欢吃蔬菜的 不管是哪一种蔬菜 算是一个那种 吃蔬菜的机器 像这篮子 我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吃 大陆遇到阿易 野生的阿易 还是那么的黏人 而且经常就是拿你的鹿 只要你碰到 它就会倒在地上 所以我就叫他阿易 一腿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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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 倒 好 一个人在家 火食就比较简单了 有的时候我就吃一个水煮菜 对一个水煮菜就搞定了 因为小时候的关系 小时候也经常吃水煮菜 就吃一个水煮菜 然后下一点煮食 就吃没有其他的很工夫的菜 以前在农村也就这样子 煮的东西可能是青菜白菜 还有其他菜早上的菜 但是如果没有萝卜叶子 其实相比青菜白菜 不太好吃 算是比较刺的一种 绿色蔬菜 就味道比较刺 不过对于我这种 专门吃蔬菜的机器 还是根本不强 只要是绿色的蔬菜 自己种的 人的 是那种超级喜欢吃的一种 有多喜欢 待会大家就知道了 是非常喜欢 烧火尾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这样子 给了钱 一个цы 农色 放置 一样 小心 前凡 刀 看 水煮菜调味方面就比较简单了 就油和盐非常简单 对于男人来说一个好的沾水真的太有必要了 沾什么什么香 现在我就在制作胡辣椒沾水 其实有很多种制作方法 比如说它弄去灰堆里也可以把它烧糊 像我这样用火铁夹的烧也是没问题的 反正烧糊一点就OK 然后晾凉 找个袋子一搓就像这样子的胡辣椒 调料就简单了 来点味精鸡精之类的 然后再来点盐 加点开水或者菜汤 汤已经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涮的涮的就没了 开吃 实际上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吃到全部 其实我第一口吃的时候 它的味道像猪食 对猪吃的那种食物 一点都不好吃 但是你如果这东西 沾上这个胡辣椒沾水 整个味道就会得到升华 就那种放了不止一个打两次那种感觉 就完全不是一种食物了 它咋打上水不打上水 是完全全全的两种食物 哦两种味道 所以核心就是吃这个蛋水 一个人在家有的时候就很简单的 就像酱汁 这个蛋水 在中方的糖尖 就是酱汁 这个蛋液 很酱汁 d有点滴 也挺酱汁 就像酱汁 这个蛋液 是这么多的 这种蛋液 但是它是很多蛋液 接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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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